或许你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但是在印度和欧美 当人们谈及慈善 奉献和无私的爱时 一个名字很可能会立即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那就是特蕾莎修女 这位身材矮小 信仰坚如磐石的印度修女 以她的善行和仁爱而闻名于世 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 她所传达的信息就是爱 她的生平充满了勇气 毅力和对弱者的深情厚意 她被称为穷人的母亲 她的事迹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她的时代 她的一生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传世之作 她的慈悲行为和关怀精神 将她从印度的贫困街区带到了世界舞台 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尊敬和推崇的慈善使者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伟大的女性 了解她的故事 探索她的内心世界 以及她对世界产生的深远影响 特雷莎修女于1910年8月26日出生在斯科普里 她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 特雷莎修女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熏陶 学到了慈善施舍 关怀弱势群体的重要性 这为她后来的事业和使命奠定了基础 在特雷莎修女九岁的时候 她的父亲被人毒害 导致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母亲坚定而充满爱心地抚养着三个孩子 这极大的影响了特雷莎修女的性格 1928年9月 18岁的特雷莎修女离开了家并成为了修女 到了1929年 特雷莎修女跨越大洋 来到印度的加尔格达 并担任一所学校的老师 从那时起 她就被称为特雷莎修女 然而 到了战争年代 食物供应短缺 导致学校里的三百名女孩面临饥饿 特雷莎修女不得不到街上寻找食物 在街上 特雷莎修女看到饿飘遍地 她深刻地感受到了贫困和饥饿的痛苦 这一经历激起了她内心深处 对于帮助穷人的愿望 在1946年 战争结束后 特雷莎修女已经身心疲惫 然而 在一次乘火车旅行中 她听到耶稣对她说话 召唤她进入贫民窟 为穷人中最贫困的人服务 受到了内心的呼唤 特雷莎修女 毅然决定离开原来的生活 走向贫困街区 为穷人们提供援助 她亲自走到街上 与贫民们一同生活 为他们提供食物 庇护和医疗服务 关心他们的精神需求 为他们祈祷和安慰 一个人走在男人主宰的街道上 特雷莎修女 面临着许多危险和困难 但她的坚持和勇气 慢慢地感染了 她曾经的学生们 这些学生们 一个个加入到她的行列中 成为了慈善传教士的一员 特雷莎修女的使命 不仅止于帮助穷人 她也关注着那些即将离世的人 她建立了仁爱之家组织 为那些无家可归 病重或临终的人 提供关怀和慰藉 在这里 人们可以在平静 和有尊严的环境中 度过最后的时光 得到关爱和陪伴 特雷莎修女 还关注到了麻风病患者 这个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 她不顾种种困难 为麻风病患者寻找土地 以便能够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 有尊严的居住地 在与州长的会面中 特雷莎修女向她讲述了麻风病社区 如何成为所有国家中最屈辱的社区 麻风病患者在社会中经常遭受歧视和排斥 州长被特雷莎修女的言辞所感动 流下了眼泪 她询问特雷莎修女需要多少土地 特雷莎修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10英亩 结果州长为她提供了11英亩的土地 超过了她的期望 1969年 一位制作纪录片的导演 闻听了特雷莎修女的事迹 并决定为她拍摄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展现了特雷莎修女 在孤儿院中收养了许多孤儿的事情 镜头中 特雷莎修女双手抱起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只有手掌般大小 她曾经被遗弃在垃圾箱里 但现在在特雷莎修女的怀抱中 得到了温暖和关爱 随着这部纪录片传播开来 特雷莎修女的事迹感动了世界 她被誉为童话般的纯洁和善良的人物 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1970年 特雷莎修女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她所到之处 所传达的信息就只有一个字 1979年 特雷莎修女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她将诺贝尔和平奖的20万美元奖金 全部捐赠给了麻风病人 她希望通过这笔奖金 能够帮助更多的麻风病人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更重要的是 她可以借助诺贝尔和平奖 倡导全球范围内对麻风病人的关注和关心 在特雷莎修女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虽然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但她依旧每天继续着她的慈善事业 特雷莎修女曾多次来到中国 请求开办慈善机构 但被一句中国没有穷人而拒之门外 到了1997年 特雷莎修女所创办的慈善会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近4000名成员 并在123个国家的610个基金会中建立了组织 这些基金会致力于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 为那些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提供关怀 医疗 庇护和教育 然而在1997年的9月5日 特雷莎修女因心脏病发作 不幸与世长辞 享年87岁 她的事实对全球范围内的慈善事业 和社会关怀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在特雷莎修女的一生中 她用她无私的爱和关怀 为那些最贫困 最弱势的人提供帮助 她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人道主义的历史 更是一段激励人心的传奇 她的慈爱和奉献精神 将永远铭刻在世界历史的篇章中 成为了全球范围内一位崇高的慈善使者 她对人类的影响将永远流传下去 激励着人们为爱不断努力 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 和谐和慈善的世界而共同奋斗